这位卖冰沙的泰国西施 特别多人想要跟他合照 他的他们人的排队是最多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舒畅 今天我们来到了曼谷的Jock Fair夜市 那这个用米桥的夜市或者火车夜市 算是目前曼谷最热闹 然后最受观光客欢迎的夜市 它的交通也很方便 基本上就是在市中心 那它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的 前半部分通常是卖衣物饰品 那后面通常就是北市区 现在在夜市门口 我已经看到了有一家 我想要进去看的小雕带 通常泰国一件衣服的款式 有超多颜色 而且都是鲜艳的颜色 有点难决定 我觉得可以两件都买 一共买了六件 然后才花了一千租 好那我们继续逛 在我身后面有一个公共区域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吃东西喝酒 然后吹着晚风 有时候还会有乐队的助唱 然后这种氛围还挺舒服的 因为现在观光客在变多 所以他们的菜单都会有标中文 基本上不用说担心 不知道怎么点 或者说不知道点到了什么 这样子的情况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 普遍海鲜的物价怎么样 我要买两个布丁 椰子布丁 泰国的椰子布丁都是水水的 也不会甜蜜 也要很香醋的那种感觉 咸蛋黄丁丁饼耶 这个没有吃过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里面是鲜蛋黄混合榴莲 不知道好不好吃 这位卖冰沙的泰国西施 特别多人想要跟他合照 他的他们人的排队是最多的 我也要找他 买一杯冰沙喝一下照 一两块六 现在因为观光客比较多 所以泰国很多摊位啊 店主啊 基本上都会一点点 基本的中文 可以我跟您拍摄照吗 好的 我买了椰子煎饼跟奶油脆饼 然后两分一起抬八十个中文 正在等一家混合烤海鲜 没有吃过 不知道好不好吃 但是好香 好多人排队 然后我就来了 泰式蛋煎海鲜 一百二十株 然后一大盒 感觉掉我很足 啊我看到了香蕉煎饼了 好多人 但是我想吃 但是这一条队 我看看是从哪里开始的 天啊 好多人累 天啊 耶 冷到我了 一关 哇 刚刚我们买了一大堆吃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找了一个公共区域吧 刚刚买的东西先试一下 看看味道怎么样 我想要先试这个 咸蛋黄榴莲糕 有点像是老婆饼 但是它的馅化成了 榴莲混合咸蛋黄的味道 但是又不甜腻 然后又做的很绵密 接下来要试我的香蕉煎饼 我太喜欢吃花生酱 但是它选的花生酱跟绵奶 好像都不是太甜腻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吃 这一道算是来泰国必吃的街头小吃 这一道奶油脆饼算是泰国比较正宗传统的小吃 它通常分为甜口跟咸口的 然后刚刚我要的一盒是甜跟咸都混合的 我来到这边有好几个泰国的朋友都跟我说 算是他们小时候的童年回应 叶子薄饼 然后呢也是泰国 基本上随处可见的小摊都会卖的 这个如果热的话应该挺好吃 但是它冷掉了 这种黄色的 咖啡色的 如果在其他咖啡里你们应该也可以看到 像是绿色啊紫色啊都会有 现在来试这个泰式蛋煎海鲜 感觉料很足 我想要挑一个生蚝的来试一下 感觉是加了蛋的椒鱼小丸子 然后上面放了一颗海鲜 它这个很舍得放料 每一颗都超大的海鲜 这个是泰国的叶子布丁 通常是水水的 不是很固体的 然后在饭店和餐厅都会很常见 但是里面有椰肉啊 很好吃 没有太甜又很香醇 每次在外面吃饭 基本上有这个叶子布丁的话 我都会拿一个 怎么办 每一样都没有柴雷 我觉得第一名会给这一个 然后第二名的话就是香蕉煎饼 第三名的话会给这个奶油脆饼 第四个的话就是泰式的蛋煎海鲜 最后的话就是椰子煎饼 椰子布丁的话我觉得 有点难排 我在各种的餐厅和饭店吃到的都挺好吃 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并列 第二第三这样子 好 以上就是我的全部排饼 那接下来我们去试一下那个最红的火山排骨 现在我们正在火山排骨这一家店这里排队 这一家店的队伍是很长的 但是因为它的翻台率很高 所以基本上等的时间都不会太长 现在我们的猜渣 我们的猜渣 有点心 我还有点像 我都会想要点河 我们有点注意 好好吃好入味 它不僅只是汁的味道 它是肉本身就已經燉得很入味了 然後肥跟瘦也很均勻 它這邊是沒有辣度的選擇的 但是這個辣度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 小心吃好 fragile 爺蛋 怎麼一눈수를亮 怎麼一弄 我 expected